王长长 您对我的批评 段处长已经向我转达了 我承认在法庭上胡闹是不对的 我现在尽量争取公开斗争 发动全体员工 联名给示威写信 要我说 叶子晶这个检察长真了不起 明知道周秀丽的后台是王长弓 和周秀丽又是同学 硬把这个案子搞下来了 叶子晶怎么就不想想 513大案判完以后 他和检察院还过不过日子 莫财 看起来 你们秀丽同志 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办公室主任 知道 不吃 好 谢谢王长弓 我觉得信可以写 也可以送到市委去 但是你要给小林市长那里送一份 还有 你要记住两件事 第一 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 在受贿的问题上 不要再替周秀丽狡辩了 受贿就是受贿 没什么好说的 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绝不能保庇 我明白了 王长弓 您的原则性真强 没有原则能行吗 就是我们家的什么人犯了法 也不能护着吧 是是 对 王长长 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贡献 争取从轻处性 这就对了 感情要强 原则也必须要坚持 是的 谢谢王长长 郑柳 你找叶子晶好好谈谈 交交心 让叶子晶 对王长弓这位省委领导 多提防着点 让叶子晶 栽在王长弓手里 简直是 天理难容 我和叶子晶说什么 怎么说 他会怎么看我 他会不会把我看成 方清明这样的小人 方清明的故事 现在传得满城风雨 你别这么说 你和方清明 简直就是两回事嘛 算了 等法院判了以后再说吧 苏阿福犯有消防责任事故罪 行贿罪 绑架罪终止 爆炸罪终止 但被捕后能主动的交代问题 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由法定从清情节 依法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扎铁柱犯有失火罪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 哎哎哎 你们大家都听我说 扎铁柱没判死刑 连死缓都没判 只判了七年 才七年了 什么 主犯扎铁柱 他判了七年 对啊 这不行 就是 他有人命 肯定 肯定是严查院包庇他们了 是啊 不行 这有156条人命呢 没错 这事咱不能算完的 对 周秀丽 犯有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 很快 行 了 因为 你 还要 你 结束 现在必停 我告诉你们啊 周秀丽就判了七年 不行 太少了 我跟你们讲我说 你们知道吗 周秀丽和叶子晶是同学 问一问 他不是怎么判的 他肯定包庇他 这里面绝对有问题 得讨个说法来 这不行 检察院的腐败要反 检察长的腐败更要反 我们一定要讨个说法来 我们必须对周秀丽的判决 提出抗诉 不要急嘛 回去研究 听听大家意见再说 叶姐 我告诉你 受害者家属那儿就通不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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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要求 你为什么把他比处死刑 你没关系的 要犯死刑 要犯死刑 检察长 你为什么把他比处死刑 黄省长 周秀丽被判了七年 是重了一些 可我也没有办法 陈管委干部群众的那封联明信 我当天就转给了法院文院长 可不知道文院长怎么掌握 还是这么判 周秀丽扎铁柱 你们怎么判得那么轻 你们是怎么起诉的 叶子晶 我问问你 死了一百五十六口人啊 为什么这两个家伙就没有判死刑啊 你们检察院是怎么起诉的 你们应该上诉啊 你们检察院说起诉 到底收了他们两个多少好处 为什么不把他们判死刑 有话慢慢说 有话慢慢说 大家静一静 有话慢慢说 不要这么吵好不好 扎铁柱它是放火罪吗 不是 它是失火 失火罪 最高刑期是七年 对不对 同志们 我们起诉是没有错的 法院的判决也是没有错 是的 原来不是说放火吗 怎么成了失火了 对啊 对啊 你说是放火 那你拿出证据来啊 这个证据啊 得你检察长拿 你这个同志 别报名 你这个同志 说话得有证据 可不能信口开河 我信口开河 我老公不明不白地烧死了 烧成了一截木炭 他还怀着孕呢 这两条人命 扎铁柱就判了七年 这能说得过去吗 你们大伙说说 对 对 对 这不是 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我是理解的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啊 对不对 我们的执法一定是不枉不纵的 燕建厂长 别和我们说这些 反正不管是放火还是失火 这个扎铁柱 必须把死刑 必须千刀万把 对 还是要死刑 杀不罪 拼命分的 哎呀 都别急 都别急 有话慢慢说 有话慢慢说 你不该死 王厂长 据周秀丽说呢 他身体不太好 想保外就医啊 那么斯瓦福呢 是不是判了死刑啊 啊 没有 是死缓 说是有重大立功表现 那个汤文林啊 燕子清啊 都是判了十年 王小峰判了十五年 其他十二名犯有玩忽职守 和滥用职权罪的呢 都判了七年 法院的文院长向我回报说 这次判决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既严厉又公正 你们千万不能用感情来代替法律 好不好啊 你别走 你别走 你不能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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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们判出去 别走 公正什么呀 严厉厉又在哪个被告人身上体现了呢 周秀磊判得这么重 苏阿福倒没杀 扎铁柱更好 只判了七年 这样老百姓怎么通得过吗 不能走 不能走 周秀磊扎铁柱 都该死 一起把他判冲 别解开 不能走 别解冲 别解冲 小段 你和省监狱管理局的张局长联系一下 你就说我要请他吃个便饭 和他商量点事 王省长 现在是不是急了点 毕竟案子刚判下来 烧啰嗦 我让你办你就办 烧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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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叶剑现在怎么样了 叶剑没有生命危险 你不要再说了 就算叶子晶没有生命危险 这种事情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大庭广众之下发生这种事件 是对政府和法律的严重挑衅吗 我告诉你 容忍这种挑衅 没准哪天我和唐书记身上 也会挨刀子 是的 是的 林事长 我知道事情别容忍 知道就好 你准备一下 我跟唐书记要听你们的汇报 嗯 长阳同志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一再让你保护好叶子晶同志 你倒还是激化了矛盾 还是让子晶同志吃了坏人的暗算 子晶没有危险算你走运 真有危险我饶不了你 既然 大家都来了 我们就说正事吧 研究一下对周秀丽的判决 我们是不是正式提起抗诉 叶剑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事是不是以后再说啊 是啊 就算研究 也要等开纪律检查委员会再研究 叶剑 我认为对周秀丽判处应该抗诉 是啊 今天的受害者家属 他们的情绪是如此强烈 这种情绪都已经 都已经闹到我们头上了 必须正是这个问题 我赞成 郭敬儿 我住院期间 你临时主持工作 马上回院里开会 研究抗诉问题 好 王生长 您批评的对 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我也没有想到 我和永强同志 已经对有关部门 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看最该批评的就是你 你汤长阳就是麻木不仁 是的 您说的对 王生长 你告诉江正柳 这个案子破不了 他这公安局长就不要干了 张剑 叶剑 行了行了 王院长说了 你必须安心静阳 叶剑 您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了 研究之后 我们再向你汇报吧 行 那你们回去吧 加紧研究 好吧 事情发生以后 现场的同志反应都比较激烈 不过 还是让犯罪分子趁乱跑了 据法院的罚警反应 现场的群众 没有人携带什么凶器 案发建场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也搜遍了 也没有发现凶器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深入的调查 什么 抗诉 加重周秀丽的刑罚 是的 陈伯刚才打了个电话过来 说基本上定了 这个叶子静 一点感情都不讲 七年还抗诉 据陈伯说 检查机关抗诉 不能说没有道理 周秀丽的受贿 所以独职后果毕竟 毕竟比较严重 再说群众的反应比较强烈 群众反应 那群众还要判扎铁路死刑呢 那警察院怎么不抗诉啊 如果周秀丽真该杀头 那常山干部的处理 就水涨船高了 唐朝阳市委书记和林永强市长 就该追究独职罪了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就是啊 就是啊 也不知常山市委和唐书记 是怎么掌握的 我看这个唐朝阳 是不想在常山干下去了 刑策案件 发生在法院门口 光天华日之下 性质极其恶劣 影响实在太坏 你们公安局 要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 精心组织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 这没什么可说的 搞到现在 实质性的线索一点都没有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老江 老吴 我今天当着唐书记的面 把话说清楚 这个案子 要定为大案要案 要限期破案 短则十天半月 最多一个月 破不了案子 你们打辞职报告 郑柳 这个案子 长工省长也十分关注 刚才打电话给我 让我转告你 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 那你这个公安局长 就别干了 唐主席 林市长 那我现在就辞职吧 什么意思 江正柳 这种时候你闹什么情绪 我告诉你 你不但要干 还得干好 你给我亲自挂税 好好办 对了 王省长 和省监狱管理局张局长联系过了 张局长说 他听您的安排 可 可我想 跟张局长谈周修丽保外就医的事 还是我私下和他商量吧 您就不要出面了 别说了小段 既然长山市检察院 要对周修丽提出抗诉 保外的事 往后拜拜吧 这样吧 你把这几天的日程安排一下 明天我们去趟长山 王省长 这种时候去长山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 紫荆是我的老部下 出了这种事情 总得看望一下吧 另外 对咱们这位唐大书记 也要做最后一次警告 做到人至一境吧 是 张阳同志 首先要向你检讨 前天晚上听说 紫荆被捅了一刀 我一下子露不住火 又向你发了脾气 没关系 清理之中的事 王省长 今天我陪你去看看紫荆同志 先被急 咱们好好聊聊 对了 有个事情 还得跟您汇报一下 什么事情 是 关于周修丽的 在判决问题上 检察院和法院 有一些分歧 分歧 怎么回事 来 进来说 好 子荆啊 别管是报复 还是威胁 反正这一刀 你已经挨上了 你呀 就好好接受教训吧 恐吓电话也不是没有过 我再三提醒你要小心 你呀 就是不往心里去 这种事 防不胜防 那我怎么小心 五一三大火案 判了这么多受贿毒职 滥用职权的犯罪分子 恨我的人能少吗 好了 别说了 我再提醒你和小静 当心一点 让他每天放学以后 就回家 小记者团的活动 尽量少参加 这事 你还是跟小静说吧 他最崇敬的就是你 小静 他怎么没来啊 你刚才在睡觉 已经来过了 回家给你烧饭去了 好 你看看这个 你的宝贝女儿给你写的 哪呢 好 这 看看吧 护法英雄 林市长 事情看来麻烦了 五一三大火案 判了这么多独职干部 判得又这么重 检查机关还要抗诉 包括你和唐书记 在内的干部的处理 估计就得水涨船高了 常工同志知道了 这个情况以后 愁得直贪气 董处长 常工同志都说了什么 林市长 你自己想去吧 如果检查院抗诉成功 把周秀丽判了死刑 林市长 你这个市长还能干下去吗 彻职都是轻的吧 你让常工同志 怎么在省里为你们说话 真不知道你和唐书记 是怎么掌握的 就看着叶子晶和检查院 这么乱来 段处长 有些情况我过去跟你说过 这个叶子晶 谁掌握得了 再说 唐朝阳的态度 又是不阴不阳的 常阳同志 那你们市委是什么态度 我认真考虑过 恐怕不好干预 还是那个问题 不能以权待法吗 当然不能以权待法 但是还有个党的领导问题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 那么既然子晶 现在手上住院了 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我之前的建议 把陈波同志提到第一线来 不要再拿子晶练下去了 王首长 根据您的指示精神 我们已经对陈波同志 进行了考察 组织部门的意见很明确 不宜放在检察院 一把手的位置上 另外 人大那边的工作 恐怕也很难做 人大 朝阳 是人大领导市委 还是市委领导人大 王首长 检察长的人选 我和市委有建议权 可是 毕竟检察长 是人大选举产生的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 不是我容不得资金通知 我的本意是保护干部 对干部不能进行 掠夺性的使用 王首长 这种说法不合适 特别是对子晶统治 更不合适 我 市委 人大 对检察院和子晶统治的工作 一直是支持和保护的 那好 朝阳 你来告诉我 我该怎么说 我支持这位女同志去见苏阿福 差点把命都送了 你倒 你现在把人家保护到医院去了 唐朝阳同志 你难道这内心里就没有愧吗 王首长 您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指的是 政治上的支持和保护 你看你这个宝贝女儿 他多能吹啊 别说了子晶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 我说你这写的是你妈妈 这分明是大侠 不过这也不怪他 最近呢 他在看武侠小说 迷得很啊 这可不行啊 他将来还想不想上大学啊 你这个当地的 一天到晚的 跟他嬉皮笑脸的 你得认真地跟他谈谈嘛 叶叶 这我得汇报一下 已经谈过了 而且就在昨天 我很严肃地对晶晶说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信息时代 我估计 像大侠这类的职业 已经没有了 这就叫严肃地谈话呀 他能当回事啊 晶晶说呀 他要是大侠就好了 他就可以当你的保镖了 比如这回 那个凶手就不可能得逞 他说他一发功 就把那个凶手的凶器 给收了 他要是当上大侠呀 只怕我也变成 白发魔女喽 太烫了 林市长 林市长 你也别紧张 据我所知啊 长工同志对你和唐书记 在态度上还是有区别的 这笔账 我看全记在唐书记的头上了 那好 段处长 你安排一下 我向长工省长 做个单独回报 其实啊 林市长 回报不回报都无所谓 关键是让叶子经和长山检察院 停止对周秀丽搞抗诉 事情到此为止就算了 王省长该报谁 还是会报谁 不是 段处长 我呢 我先向王省长汇报以后再说 好吧 朝阳 考虑不周啊 在长山 你的嘴比我大 说不过你啊 长工省长 又拿着我们这些 待罪的部下开玩笑了 什么待罪 不许胡说啊 在我面前 发发牢骚就算了 在别的场合这么说 可就影响不好了 这个案子判过了呢 干部的处理就要开始了 独制的法律责任要追究 领导的责任也要追究 中央有关部门催得很紧 要求我们省力 尽快把世纪干部的处理方案 报上去 省长 十二个初纪干部的处理方案 已经出来了 我们准备 马上送省力 好 抓紧一点 裴金通知催得很紧 好 走吧 去看资金 好 小林市长 别说我没告诉你了 不要动张西望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哪怕是省委明天把你给撤了 你也得给我站好最后一班考 还有空口电站的事情 要抓紧落实 王厂长 我明白您的意思 王厂长 关于空口电站的事 我现在就向您汇报一下 咱们看完紫荆通知再说 好不好 还有 我提醒一下啊 咱们今天谁都不要和紫荆谈工作 一定要让他保持心情愉快 好好的 休息 好 好吧 好的 小川 你买些营养品给李大卫的爱人送去 看看家里有什么困难 有时给我打电话 这这么一来 会不会有人说闲话 不怕 对了 你再买点慰问品 我去看看叶子晶 陈主任 听说王省长已经专门从省城赶来 看望叶子晶了 好 自经 自经 嗯 来 背起来背起来 他们 来 来 自经同志 唐书记 自经同志 看起来还不错嘛 对对 自经 这我就放心了 自经 我可是已经说下狠话了 这个案子如果他们破不了 江正流这个局长他就被杠了 都听好了啊 王省长 你有点太武断了吧 这话呢 我也说过 不是武断 就是要给他们公安局 施加点压力嘛 当然了 这种案子不迫害了得 法律尊严还存不存在 这次朝阳同志表现不错 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 亲自赶到公安局做了布置 哪里 我还得继续做检讨啊 子经同志 刚才王省长 又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说对你关心不够 批评 子经要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那就不是批评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你得赔个检察长给我 像子经这样的检察长 你昌山市有几个 自江省又有几个 你赔得起吗 王省长 你太过奖了 我起来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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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省长 我现在正式向你汇报一下 关于周秀丽的事情 子经 今天咱们不谈工作 养好了伤再说 好不好 陈主任 估计长工同志是为检察院抗诉来的 你跟朝阳同志联系一下 就说我要找他谈一谈 好吧 定在什么时间 你问问朝阳同志吧 这不是王省公也来了吗 看他方便 朝阳 你就别张罗了 我听完小林的汇报就走 就这样 也好 也好 来 兵强 你带我好好照待长工同志吧 唐总监 要不我们一起汇报吧 坑口电站是政府的事 还是由你汇报 老臣找我还有点事 好 那我走了 好 你帮你的吧 小林市长 坑口电站的事有什么好汇报的 是啊 王省长 您做市长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开到定调子了 我今天来呢 是想跟您汇报点别的事情 好 说吧 是这样的 段处长说 您对513火灾案的判决和检察院的朱秀丽的抗诉有点看法是吧 担心干部处理的时候会水场传钢 这个小段 胡说什么 干部处理不是还没开始吗 王省长 估计也快了吧 现在外面的说法可不少啊 小林市长 不要想那么多 做一天市长呢 就要负一天责任就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共产党人嘛 不能这么患得患失 我记得你上回跟省委表过态 你表态的话我还记得住 你说随时准备接受省委对你的处分 包括撤职下台 你这个同志的这个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吧 情况就是这样 老班长 即使你不来找我 我也会来找您的 不出我所料 现在看来双方想法都很清楚了 这平静当中 有文章吗 是啊 毕竟是组织处理嘛 这跟法律判决不一样 法律判决 由法律西化出来的钢琴标准 组织处理 那就大可完位了 这您比我清楚 我想过了 作为常山市的一把手 整个城市的主要负责人 面对这么一场灾难性的火灾 要是从严处理的话 他就是把我一炉到底 我也没话可说 是 如果汪昌公想保你的话 那很可能给你一个什么党内的处分的 或者是行政上的寄购等等之类的 这样您就可以过了 如果他不想保你的话 那你死定了 我看 你就要为这场大火负主要的领导责任 王省长 我的情况您都知道 火灾发生的时候 我刚调到常山才五个月 什么意思 要推卸责任 不不不 王省长 不是 我 是我的责任 我不会推的 可我跟唐朝阳同志 是有些不同的 朝阳同志来常山 比我时间长 再说 他又是一把手 你不是说过吗 要保护干部吗 保护干部 你也不想想你们常山的干部值得保护吗 保护的结果是什么 脏水全泼到我头上来了 好像我跟周修理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我忍辱负重 一次次的来常山 一次次苦口婆心的跟你们谈 包括陈汉杰 要你们顾全大局 维护 干部队伍的稳定 不要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的局面 结果呢 你们倒好 谁把我的话当话了 你们非要闹吗 你们讲原则 你们讲法制 你现在让我说什么 你说 你让我说什么 不是 王长公 不会保护我的 我准备好了 准备 承担责任 违反原则的事我绝不会干 检察院的抗诉 我和市委 坚决不予以干涉 你那位脑筋灵活的林市长在干什么呢 不知道 他现在正在向王长公汇报工作 汇报工作 关于周秀丽 我在会上提过的 要考虑到他在城管方面的历史贡献 可唐书记呢 理都不理 你说判决前 我在会上也提过 提议让市委和政法委 要慎重一些 要多考虑考虑 可是又被唐朝阳给否了 他还说 不能以权待法 王省长 叶子晶 有陈汉杰和唐朝阳做后盾 哪还把我的话当回事 再说 我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明了 是吧 可我没想到的是 法院已经判了周秀丽七年 他们还要抗诉 还要求判死刑 好 好啊 常山市检察院 和我们这位叶检察长 干得太好了 唐朝阳领导下的常山市委 太有法治观念了 那你干脆把周秀丽给毙了 用这位女同志的邪 用我们改革者的邪 去染他们的红顶子吗 王省长 您消消气啊 您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您说 我也是欲哭无泪 朝阳啊 你心里都有颗树啊 你那位林市长根据我的经验 人品不怎么样 想报官 他就得靠王长弓 弄不好 他可能配合王长弓 把你给推出去 不至于吧 当然 林永强 明哲宝身是有可能的 但是 配合王长弓一块整我 恐怕 恐怕他还下不了这个手 小林市长 我看啊 他唐朝阳这个红顶子 也未必带得牢 周秀丽拿了刷福九十万 就该抢笔 那么他唐朝阳 就仅仅是一个 领导责任的问题吗 就算不办他独职 也该撤职下台 嗯 我知道现在有些事情 很难保密 我也不想跟你保密 可以告诉你 我这回也要按原则办事 对唐朝阳这个同志 必须严肃处理 不过成功宣承 就算处理了唐朝阳 那也不能让叶子晶 再这么胡闹了 我准备亲自找他谈一谈 建议检察院不要再抗诉了 党的领导应该坚持吗 还谈什么党的领导 叶子晶跟他的检察院 是你我能领导得了的吗 干脆让他们独立算了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你冰市长就按照原则 看着办法 汪省长 您放心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的 那我先走了 我呢就是给你提个醒 心里有个数吧 这么一场大火 算是这么惨重 市委在你们市长和市委书记当中 撤掉一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王成功要是权衡立弊 我觉得把你推出来的可能性最大 这我知道 更何况 我对长工同志的指示 执行得很不得力嘛 对啊 不管怎么说 我跟小林市长 是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呢 对 道不同 不为谋嘛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小林市长 不要想太多 你的情况我心里有数 在讲原则的前提下 该为你说的话 我还是会说 你能好自为之 起码有一条 不要用别人的鲜血 去让自己的后天走 知道吗 王成长 您放心吧 该我做的工作 我都会去做的 好吧 就这样吧 林市长 林市长 坑口电站指挥部的同志 还在等着您呢 这会不开了 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的 这 这 这什么呀 我这市长还不知道干的哪天 叶剑啊 今天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还可以 还可以 林市长 来 喝点水 谢谢 你这么忙 别老来看我了 叶剑啊 您可是我们常山市的大英雄啊 我来看你是应该的嘛 王省长走了吗 王省长啊 他已经走了 连晚饭都没有吃 走之前一再交代 要照顾好你 我本来想跟他谈谈 关于抗诉的事情 可是他偏不让我说 是吗 叶剑啊 我正想啊 跟你谈谈这事 对周秀丽的判决 难道非要抗诉吗 我看不一定吧 五一三大火 到了今天 连你检察长 都挨了坏人的刀子 矛盾激化到这种程度 我实在是感到忧心呢 林市长 你不要为我忧心 有胆量让他们再来一次 叶剑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 我这两天呢 专门跑到法律处 和法律专家们咨询过来 法院判周秀丽七年 判得并不轻 量刑呢 还是很重的 你们检察机关 为什么就总是 纠着不放 对周秀丽 你是不是有一点 感情用事了 这可不是什么 感情用事啊 法院的量刑 确有不大 没有考虑到周秀丽 因为受贿 独职 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我们检察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都是这个意见 工作上一些不同意见 还可以理解 我看这个事啊 就不要再提了 好吗 林市长 你说晚了 我们的提请抗诉书 已经送上去了 怎么这么快啊 感谢观看 风雨雨我期盼着你 雪雨中我呼唤着你 雨从长夜中坐进我的梦里 你是本心的深深尊严 我会向我仰望着你 雨时我也靠着你 你从小光中坐进你的声音 你是人情的豪然长期 是否沉淀着太多的照片 随着无尽的迷信 千天无法照顾 我会向我感觉 你从小光中坐进我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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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感觉到这样的梦里 你要 extracted Cafe